南韓總統尹錫悅和夫人一起揮手致意 搭機前往美國 南韓總統十二年來第一次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備受矚目 而上禮拜尹錫悅表示 臺灣議題是全球議題 讓台海罕見的成為美韓對話的焦點之一 白宮也指出 總統拜登會一貫的清楚表明這些立場 白宮認為 尹錫悅和拜登對於兩岸局勢的處理立場 將會相當有共識 新美派的影席月當選後 韓美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加深 不到一年已經和拜登有四次接觸 緊鄰白宮的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 已經高高掛齊 美韓兩國的國旗表示歡迎 不過美韓友好的局面 中國可不怎麼高興 精緻的白色香金磁盤與鮮花擺上桌 美國用心準備國宴款待飲席月 一道道佳肴蟹肉糕牛小排香蕉甜點令人食指大動 第一夫人吉爾 而拜登還親自試菜 就是要好好鞏固跟韓國的友邦情誼 靜新聞史方日朱佳麟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